这个对着镜头吐舌头的黑人 正是美国流氓拳手查尔斯本内特 在此前的一场比赛中 一拳击倒了中国选手后 这家伙就跟疯了一样 跑起来上蹿下跳 裁判看到如此嘚瑟立即上去阻止 结果这家伙根本不把裁判放在眼里 竟然当众殴打裁判 简直太狂妄了 很多人想打他 但是又打不过 在擂台上凭借野蛮的打法 将对手打得半死不活 严重一点直接葬送职业生涯 凶狠残暴就是他的代名词 在美国找不到对手的他 于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踢馆 发布会当众秀肌肉 还嘲讽中国选手太瘦弱 根本不值得一提 面对如此嚣张的美国黑人 中国硬汉吕震宏被彻底激怒 霸气前来迎战 势必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吕震宏如何给美国黑人上一课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击发 比赛开始后 美国选手率先压制上去 吕震宏则是后撤进行防守 美国黑人以为对手怕自己 追上去结果被一脚踹飞 这家伙丝毫不服气 同样使出一记侧踹反击 吕震宏见状后撤游走势坦 并没有贸然发起进攻 突然美国黑人 使出连续的腿发攻击 吕震宏见状直接顶息击倒 但这家伙反应很快 立即站起身来还想反抗 结果又被吕震宏半摔在地 见识不妙用双手打扣 防止对手进行地面砸击 不得不说这家伙地面缠斗 在连续的地面缠斗下 吕震宏见持持没有优势 于是想要改变策略 结果被美国黑人抓住空档 强势翻身占据上位优势 吕震宏见情况不妙 立即做交叉把位防守 随后找准机会 直接将美国黑人踹开 快速起身回到站立 看站立不是对手的美国黑人 立即下潜进行爆摔 还好吕震宏早就有准备 强势搬转过来占据上位 紧接着抡起拳头疯狂杂击 对手被打得非常狼狈 丝毫没有反抗之力 这就是嚣张的下场 裁判看到毫无反抗的美国黑人 于是上前终止了比赛 否则这家伙绝对被打死 吕震宏以绝对的实力 擂台上全程暴揍嚣张的美国黑人 打敌风马苦不堪言 直接将黑人的手打断了 最终吕震宏以KO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 为国争光